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阿川鵝仔麵線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因為上次有粉絲講說我沒有吃到他們最精髓的部分 那就重新來吃一遍 它就是在這個寧夏夜市的旁邊 台灣美食傳統口味 好,老闆娘妳好,那我要一碗綜合麵線 然後一份那個燙 好,老闆娘妳好 乾蚵仔,對 據說他們的蚵仔才是這個真正的最精髓的部分 蚵仔相當的大顆 菜單就有這個中日文的說明 那營業時間在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好,用餐區就是 算比較普通 好,麵線感覺是比較稠的那種 然後再加入這個肥支支的大廠 好,那就看一下,算是蠻平時的價錢 好,桌上就有好幾種調味料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麵線 對,然後再嘗一次湯頭 嗯,還不錯 其實我上次評論是普通啦 那就加入他們這個最經典的蚵仔 好,就把這個乾蚵整個都加下去 哇嗚 好,那就是這樣 好,現在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那這個乾蚵就整個加了一份在上面 然後辣椒阿,胡椒粉那些全部都加了,還有無處 好,這麼大顆的蚵仔 那先來吃吃看 那腫起來的一樣 嗯 好,蚵仔確實新鮮 哦,這樣加強版的吃起來的確爽度很高 嗯 嗯 嗯 超爽 哦,滿滿的大海能量 蚵仔才是這邊的麵線的主角 哦,超棒 的確加蚵仔之後這個感覺吃起來 嗯 鮮度加倍 嗯 嗯 嗯 哦,大腸就 這邊的就還好 加倍了阿,然後這樣麵線吃起來就很好吃 嗯 嗯 鮮度提升了不少 嗯 好吃 但是它本身的麵線的湯頭 跟麵線都稍微比較清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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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建議就是要加它的蚵仔 就像網友講的 多加一份蚵仔,然後吃起來這個爽度就更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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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滿的蚵仔 讓我晚上可以努力的工作 嗯 嗯 好吃阿 好,這樣真的讚 嗯 好,那分數是90分喔 讚 嗯 嗯 真的讚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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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我想要大口大口吃喔 這樣吃起來更過癮 滿滿的蚵仔 嗯 好吃起來非常過癮 嗯 好,熱騰騰,熱騰騰 太棒了 嗯 真的讚啊 嗯 嗯 記得喔,要多加一份蚵仔才會有這樣的爽度喔 讚 嗯 它麵線吃起來也還有點QQ的喔 不錯 就是湯頭的味道淡了點 好,那個人覺得這個蚵仔才是這邊的主角 一定要點到蚵仔 或者是蚵仔麵線喔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來 好,那緊接著就到旁邊的泰村小館 好,那當然這家就是撒西米才是他們的特色 好,那我想要點那個綜合生魚片是220 好,那我就一份綜合生魚片這邊吃 好 欸,謝謝 好,那就先製作這個 佐料 配菜 好,再來是魚料 好,這看起來是海雷阿 對,這個是海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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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鮭魚 這個是鮭魚 這個是鮭魚 好,那差不多就完成了 好,那緊接著一早就來吃個撒西米啦 其實芥末不用這麼多啦 這麼多辣食 最香啦 好,一點點就好,不然太辣 我就從這個海雷阿開始 海雷阿 海雷阿 嗯 嗯 要不要喝湯 我要喝湯錢給阿 我就再加一個味噌湯 好,這海雷魚肉質很緊實阿 好吃 很新鮮阿 阿這個魚肉是越嚼越有味道阿 讚阿 海雷魚的肉質也相當不錯 阿本身越嚼就會有一個它本身的魚的香味阿 很好吃 讚阿 好,再來是鮭魚 嗯 來,謝謝 鮭魚肉就像果凍般的口感阿 好吃阿 尤其這塊有油花的部分 醬油就會引出它這個魚肉的鮮甜味 恩恩恩 讚阿 讚阿 這家就是一早就可以吃到撒西米的店家 不錯 恩恩 好,再來是鮭魚 讚 恩 不過鮭魚我是比較喜歡吃那種鮭鮭魚飯阿 生的鮭魚片我就沒有很喜歡 它比較清淡 對我而言鮭魚吃起來就沒有那麼爽 好,那我覺得 這個撒西米的分數是90分 但是蠻新鮮的 海利魚跟鮭魚的這個 比較有特色阿 其餘就算還好 好,再來是 味噌湯 滿滿的料 事實上在多年前的時候 以前我在這附近上大夜班的時候 常常來這邊的 常常來買這邊的 味噌湯 那個時候我的大女兒 還在這個我老婆的肚子裡 好早之前阿 大概是17年前的時候 所以對於這家店 我也是算是 滿有這個記憶在的 它湯裡就是有大量的洋蔥跟豆腐 淡淡的淡淡的 應該算是台式的味噌湯吧 但是 魚湯的味道比較沒那麼明顯 好,那各位有聽到這老闆送我的 就不平分 個人比較喜歡吃那種 魚肉味道重的味噌湯 或者是說 味噌味道重的味噌湯 這算是比較清爽 總之不錯啦,店家也滿客氣的 謝謝 這一碗菜單上我記得才20塊 好,那原則上 這家店的魚料也是很新鮮 如果想要吃再更好一點 它有那個魚腹肉可以選 好,就在這裡阿 它重度 重度刺身的話 它這個爽度會更高 因為那魚肉的油脂會更豐富 吃起來會更好吃 再加一點點錢而已 好,那按贊鈴鍵就可以看到 部分的菜單 我就照這一面就好了 好,那個人相當推薦 這一家店的日本料理 還滿好吃的 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換 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 永和區竹林路上的 易水寒茶拿鐵專賣店 這是這一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小姐妳好 好,那想請問貴店是這個 茶拿鐵專賣店 那想請問您推薦哪一種 我們招牌是拿鐵系列 然後鮮奶是可以自己認識的 那如果第一次喝的話 紅茶拿鐵或鐵觀音拿鐵 算大家接受度最高 喜歡特別一點 棍花烏龍拿鐵 那棍花香氣嘛 我們店裡所有茶都是現醜的 哦,是 很樂 看你平常喜歡喝哪類的茶 好,那我想要那個 鐵觀音拿鐵好了 鐵觀音拿鐵 嗯 那甜度冰茶要怎樣 微糖微冰 那先拿一茶搭配哪一種 鐵觀音本身滿適合搭配出入 好,那我就要出入好了 謝謝 要別的嗎 嗯 這樣就好 對 這樣60 好,OK 好,謝謝 那請問貴店是才剛開沒多久嗎 我們大概開五個月 五個月 嗯,好,謝謝 好,就喝喝看 其實還蠻大杯的 這樣60塊還蠻可以的 好,現在這邊就可以聞到濃濃的茶香 好,謝謝 好,謝謝 感覺還蠻不錯的齁 牛奶就有分三種 一美高大跟出入 好,現在就喝喝看 嗯 很順口的感覺 然後加上有濃濃的茶香味 好,很好喝 好,那分數就90分 蠻讚的喔,但是蠻大杯的 好 好,那個人覺得還蠻推薦的 然後這個 大杯好喝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喝的開心 掰掰